欢迎乘搭化妆时日记航空 Hello 我是Jesse 大家习惯乘搭飞机了吗?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实用化妆登机包 让大家知道上飞机时可以用什么去护肤和化妆 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有带一些小物 例如镜子、化妆棉、莲花棒和我头上的小发卷 上飞机后如果超过4小时的机程 我都想清洁一下臉再加简单的护肤 首先我会用清水清洁了全臉 真正的保养现在就开始了 吃完飞机餐后我就想睡一会儿 所以趁这个时间可以先上这支Pretty5品牌的 草本清香收毛孔精华水打底 接着我会敷这个急救睡眠面膜 我放了一次份量在小瓶子里 这款Pretty5的睡眠面膜质地很滋潤而且不厚 上面都是小小白色 用了旁边的人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用完之后真的很舒服 我觉得有做一次很完整的保湿 同时我又可以抵抗我在飞机里面很干的空气 用完之后其实用纯粹的湿纸清洁就可以了 睡醒后我会做一些日常的护肤 会用Skinlit的精华油 用油护肤可以抵抗长途肌的皮肤疲累 接着再上眼霜 有没有发觉其实已经很忙很多东西做 所以根本就不会怕闷 口茶唇油是必须的 这款唇油它用了不会黏黏 还有少少薄荷的感觉 这支保湿水是Kerens的新订妆水 我当然不会只用来订妆 有时间就噴 感觉肝又噴 既然护肤再加休息够了 下机前大概一小时就会化妆 妆前就一定先塗防晒 因为不想带太多液体 而且又不会容易弄髒手 所以我就用这款Glutonous的防晒棒 而且去到外地有机会纸外线 比香港更强 这款有50度SPF 再加PA3个加 这样就可以顺便旅行日子 可以日日用 方便又快手 接着就到粉底了 这盒Media的粉底箱 是我最近很欣赏的 它的质地是滋润液 又不会太厚 对我来说是绝对比美高价 日本品牌的粉底 最重要是飞机化完装 你会经历一段时间 皮肤也要适应机上 还有我们绿地之间的温度 和湿度的变化 所以这款粉底就比较稳定了 我们在飞机化妆不仅贪美 也有它对皮肤的好处 因为我怕用定妆粉会掉到周围 所以我拿了我自己用的 Charlotte Tilbury粉饼 眼影就非常简单 单色就可以了 所以我拿了这支Blow It的眼影笔 它有眼影加眼线 一支搞定就不用我拿这么多东西了 这支是我新入手的Canable Shading 笔 我只要在面上几个重点位置画几笔 再用粉泡印均匀 那我的轮廓就出来了 最后我会用Clarence的最新护唇油 它的包装超级可爱 而且用上嘴有点甜味 看到吗? 用完都有嘴嘴的感觉 这次就分享着这么多想法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